大家好,准备好迎接健身界的振奋消息了吗? 湾仔的Comfort Zone以全新面貌和名字回归啦。 Healthy,这不仅仅是品牌充塑, 更代表着为所有人打造一个积极和互相支持的空间, 让大家都能达成健身目标。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Ellen。 那Comfort Zone之前遇到的问题呢? 嗯,新的管理团队完全了解旧公司所面临的挑战。 他们承诺会解决过去的问题, 并确保所有人顺利过渡。 Healthy致力于重新引回旧客户的信任。 为此,他们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 保持沟通畅通,并真心诚意地解决问题。 我对Healthy和湾仔社区的新篇章感到非常兴奋。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一个将身心健康放在首位, 拥抱更健康生活方式的机会。 这里不仅仅是健身中心, 更是一个社区, 一个大家可以互相支持, 共同成长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新时代吧。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位新朋友, Healthy。 他们的使命很简单, 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友善和包容的环境。 无论你是经验丰富的运动员, 还是刚刚开始健身之旅, Healthy都会在每一步支持你。 他们不仅仅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时髦的课程, 更重视建立一个社群。 他们希望创造一个让人感到舒适、积极, 并有能力实现健身目标的空间。 另外,别忘了, Healthy这个优秀的团队。 他们对健身充满热情, 并致力于提供一流的客户服务。 他们会回答你的问题, 提供指导, 并在你整个健身旅程中为你加油打气。 我喜欢Healthy以客为尊的理念。 他们致力于创造积极和互相支持的环境。 这真的令人鼓舞。 Healthy还提供多种多样的课程, 从瑜伽到高强度间歇训练, 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他们的设施也非常现代化, 配备了最新的健身器材。 无论你是想减肥、增肌, 还是单纯想保持健康, Healthy都能帮助你实现目标。 他们的团队成员不仅专业, 而且非常友善, 让你在这里感到宾至如归。 这种全方位的支持和关怀, 让每一位会员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Comfort zone遇到了一些困难,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财务纠纷和客户投诉给公司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Healthy决心从过去中吸取教训, 并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他们明白, 重新赢得信任需要时间和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承诺在每一步都对客户保持透明。 Healthy, 正于海关、消费者委员会和劳工处等相关部门紧密合作, 解决任何未解决的问题, 并确保履行所有法律义务。 这种对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承诺至关重要。 这表明Healthy认真对待解决问题, 并致力于重建社区的信任。 改变总是充满挑战, 从Comfort zone到Healthy的过渡也不例外。 当中要克服物流障碍, 解决客户疑虑以及重建生育。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确保旧Comfort zone会员顺利过渡。 Healthy承诺会延续现有的会员资格, 并提供不间断的服务。 另一个挑战是解决困扰Comfort zone的财务纠纷。 Healthy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并履行任何未偿还的财务义务。 这项任务并不轻松, 但Healthy已准备好迎接挑战。 他们正采取积极和透明的方式, 确保顺利和成功地完成过渡。 第五部分,希望的灯塔, Healthy,对旧客户的承诺。 对于那些受到Comfort zone结业影响的人来说, Healthy为他们带来了希望。 他们理解旧客户的沮丧和失望, 并承诺会妥善处理问题。 他们为旧Comfort zone会员提供无风过渡到Healthy的方案, 并延续他们现有的会员资格。 这意味着旧客户可以继续他们的健身旅程, 不受任何影响。 他们将可以继续使用之前享有的优质设施、 设备和课程。 Healthy承诺延续这些会员资格, 证明了他们致力于客户满意度。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也是一个体验Healthy正在创造的积极和互相支持的环境的机会。 第六部分, 重建信任, 保持沟通和透明度。 信任是赢取的, 而不是被赋予的。 Healthy明白这一点, 并致力于重建社区的信任。 他们相信, 保持沟通和透明度对于赢回信任至关重要。 Healthy与其会员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定期更新过渡进程。 他们正面处理问题, 并提供清晰简洁的信息。 这种对透明度的承诺, 也延伸到他们的财务往来。 Healthy正与相关部门紧密合作, 解决任何未解决的财务纠纷, 并确保账目清晰。 通过公开和诚实的面对挑战和应对计划, Healthy展现出他们对重新赢得社区信任的承诺。 第七部分, 湾仔分店, 象征着革新和进步。 湾仔分店的重新开业对Healthy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一个在湾仔中心地带建立积极和蓬勃发展的健身社群的机会。 该分店经过改造, 重新着重于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友善和包容的环境。 从先进的设备到多元化的课程, 湾仔分店的一切都经过精心策划, 旨在提供终极个健身体验。 该分店的重新开业证明了Healthy对湾仔社区的承诺, 它象征着革新、进步以及对更健康未来的承诺。 第八部分, 不仅仅是一家健身房建立一个互相支持的社群。 Healthy不仅仅是一家健身房还是一个社群。 它们相信一个互相支持和鼓励的环境对于实现健身目标至关重要。 它们通过团体课程、社交活动和友善的氛围来培养社群意识, 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属于这个地方。 无论您是想寻找健身伙伴一些友好的竞争, 还只是一个与志同道合的人联系的地方。 Healthy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这种对社群的关注是Healthy与众不同之处。 它是关于创造一个让人感到被支持、被激励和有能力过上最健康生活的空间。 第九部分,投资未来,Healthy的增长愿景。 Healthy有着光明的前景。 它们不仅仅关注现在,还投资于香港健身和健康的未来。 它们不断探索提升客户体验的新方法, 无论是通过创新的健身计划、先进的设备, 还是创造一个更可持续和环保的健身房环境。 Healthy还致力于扩大其服务范围, 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健身的乐趣。 它们正在探索开设新分店的机会, 将其独特的健身品牌带到更多社区。 这种对增长和创新的投入, 确保了Healthy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成为健身行业的领导者。 第十部分,拥抱更健康的明天,Healthy的积极影响。 Healthy正在以多种方式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促进健身和健康, 它们正在帮助人们过上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 经常锻炼有数不尽的好处, 从降低患慢性病的风险到改善心理健康和提高能量水平。 但Healthy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身体健康, 通过创造一个互相支持和包容的社群, 它们正在培养一种归属感和联系感。 这种感觉超越了健身房的墙壁。 在一个常常让人感到孤立的世界里, Healthy正在创造一个让人们可以聚在一起, 互相支持、共同努力,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的空间, 一个更健康、更幸福的明天。 这不仅仅是关于身体的改变, 还包括心灵的成长和情感的连结。 Healthy的使命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健康之路, 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无限的支持和鼓励。 第十一部分, 结语,满怀期待展望未来。 从comfort zone到Healthy的旅程充满了挑战和胜利。 但自始至终,有一件事始终如一, 致力于为社区提供最佳的健身体验。 Healthy已准备好迎接光明的未来, 凭借对客户满意度、社群建设和创新的投入, 他们正逐步成为香港健身和健康的理想之地。 所以,让我们举杯 爱 祝贺Healthy和未来激动人心的旅程, 为所有人更健康、更幸福、更有活力的未来。